我去海邊就想看XXX啊 可是我有雙層XXX阿 就是XXXX的肚子也是一層XXXXX 所以根本沒什麼好露的 就穿長袖長褲褲比較安全 看到警察都迴避眼神 現在看到警察現在 口唇這樣流暴 你在教修什麼啦 因為我甚至開蓋蠻好看的 不過是眼鏡控 眼鏡控 對我喜歡戴影機的男生 然後那個警察那個身材比例 加那個高腰褲 屁股有夠翹的 真的不用走廢話技術 再一張下去女生就很貴 欸一張多少錢來的現場男性觀眾們 一再超速一張是多少錢 -3,600 -3,600 哈囉大家好 我是女生宿舍的張霖 不是很張的張 也不是離婚日裡唷 我是張霖 耶 開心 歡迎大家來到玩梗工作室 我是一梯 這位是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張霖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在這個 很漂亮很特殊的一個新環境 這裡是我們張霖的攝影棚 對我自己貼的 你自己貼的 貼成這樣子 我回想我覺得貼得很好欸 真的假的你看是嗎 很好吧 這是第二行業 第二行業 這個不做的話 接下來還可以監控別的事情 沒關係 右鍵閉紙的三位兩千塊一樣供訂價 可以可以 那我們現在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剛才我們聽說這裡是幼兒園 這裡會叫幼兒園 就是我們這間辦公室的以前的以前 是租給人家做幼兒園的 所以我們想說欸好 不然我們就叫什麼 喊羞草幼兒園好了 今天又是我們 睽違已久的梗圖主題 因為我們的梗圖是走一個 又是很不一樣的路線啦 你有看過那種 公家機關的梗圖嗎 欸知道 印象就是他們都在打很多話 然後他們的圖片就是 一格一格的啊 然後就是感覺比較 不要排體 對沒有那麼可愛 然後在他們給人感覺比較威嚴感 嗯 感覺就是會很有距離 然後就是喧嚷你說不可以怎麼樣 不可以怎麼樣 對 像老師在上課 對對對 那他們現在都在拼轉型啦 都在偏向一點 呃變得很貼合社群網站的樣子 嗯 銀河年輕人的口味 對對對對 公家機關的社群網站 30幾萬或者20幾萬的粉絲量 真的很厲害 唉 好多喔 對啊 有 我就很好奇 我想說為什麼他們可以經營的這麼好 然後我在那邊 五千三千六千這樣 哇奇怪 對啊為什麼我的IG也才3.5欸 怎麼回事 30萬 沒錯 那我們今天就來學習一下 那些厲害的梗塑到底在做什麼吧 海龜系列 我知道 你知道 他就是那種 你不要碰我 我知道那個 一碰就30萬嘛 我放得好笑 怎麼那麼有畫面 這很紅欸 這很紅 對啊 很厲害啊 他們光這一個 照片就有7.7萬人按讚 喔好多喔 4000多個分享 然後下面你看 像那什麼 我喜歡這白金 白金 那個腹肌也太扯了吧 對啊 最好是 欸這是 這是P的還是怎麼樣 白金是真的 都長那麼魁梧是不是 就很厲害 嗯 像這個 海龜 喔這個也蠻酷的 摸到我可是很貴的 你有發現他偷偷比中指嗎 有 超可愛 他有中指超小一個的 他偷偷比中指 很厲害 那你知道海龜 摸到 就是被扣30萬 就是一定會罰錢 為了保護海龜這件事情是 你可能摸了他以後 海龜身上就會有細菌之星 然後他也會因為受到驚嚇 從此以後就不敢 在這個地方回憶喔 那也是讓他們生蛋蛋的地方 你不要到他們 沒錯 還有這個海鷗梗圖也是 模仿他的 老師為什麼會遲到 還有道理 哈哈哈哈 他有一個 他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那個 梗圖就是一個星期 他就這樣 還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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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就 好啦我不知道我模仿怎麼那麼像 然後我覺得很奇怪 他那個吸氣真的超可愛 他是一個 整個頭要凹到後面去吸氣的過程 我覺得你剛剛演的也蠻不錯的 也是有吃什麼嗎 還是我們都有那個梗圖天分 然後蠻蠻適合處理系列梗圖 聽說海鷗其實是一個很凶殘的動物 因為在國外很常拍一些影片 就是小車就 啊媽媽我買了一個冰淇淋 然後我就怪罵 就把他夾錯了 我問你一個你知道海鷗怎麼像嗎 海鷗喔 我的我的我的 哈哈哈哈 居然知道 沒錯 在台灣唯一可以看到海鷗的地方 就是在電影院裡面 就是海底總動員 真的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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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而且第一個講我的 然後後面看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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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強盡綠魚 超可愛 狼諾回頭不是報恩就是報仇 哈哈哈哈 然後這是什麼 警諾回頭不是酒駕就是毒蟲 哈哈哈哈 好厲害喔 好可怕喔 那你平常在路上看到警察 你會緊張嗎 他只要不管 我不好攔下來我都不會緊張 我不擺攔下來 但是看到警察還是會覺得說 欸是不是附近有什麼事情或幹嘛 啊 對 第一個印象都會這樣子 嗯 就是他們穿的那個衣服 站在你旁邊站 然後就會 就會開始腦補很多畫面 旁邊有什麼 搶劫案嗎 兇殺案那樣 裡面就什麼事都沒查 會有莫名的緊張感 但是因為我也不請車不開車 所以我也不知道看到他怕死 媽媽都會說 你如果不乖的話 我就叫警察來抓你喔 然後現在長大就是 來要叫 哈哈哈哈 不行啦 媽媽不要打我 媽媽不要打我 現在警察越來越帥了嗎 有 現在警察 警察粉絲也都 都是警察一堆帥哥男模的感覺 哈哈哈哈 平常都是那樣 看到警察都迴避眼神 現在看到警察都這樣 口神這樣流爆 嗯 沒有吃了 你在教修什麼啦 因為我身體看一看還蠻好看的 因為我是眼鏡控 眼鏡控 對我喜歡戴眼鏡的男生 然後那個警察 那個身材比例加那個高腰褲 屁股有夠翹 欸不好意思 不行不行不行 你看別人的 哈哈哈哈 你從眼鏡 你從眼鏡直接看到人家屁股 這個 這個距離也差太遠了 哪個男人在認真工作 我們一樣都是最帥的 對不對 海邊不能擦防曬油 嗯 但其實這件事情也是我今年才 真的意識到的事情 欸這我滿早就知道了 滿早就知道了 我忘記是什麼事情 反正因為它那個 防曬油裡面的某一種成分 它是在海洋上沒有辦法被代謝掉的 然後就會被那個珊瑚膠吸收進去 它顏色就變白色 啊 珊瑚白化就是因為搭神航的東西 啊你真的好厲害喔 你根本就是知識型YouTuber吧 沒有 哈哈 我只是剛好知道這件事而已 剛好重了對不對 不過平常去海邊 我也不太常會擦防曬油 一方面是我很懶 我不喜歡那個油膩膩的感覺 然後另一方面是我都買那種 長袖長褲的泳衣 啊你去海邊穿長袖長褲 喔從來沒有穿過筆記 真的假的我去海邊就想看奶子啊 可是我有雙粉奶子啊 就是奶子下面的肚子也是一粉奶子 這樣所以根本沒什麼好露 就就就就穿長袖長褲比較安全 我腦子有畫面了 這是好奇怪的東西 人家的那個腰線都是一個跨壺跟一個跨壺 然後我的腰線是直接這樣反過來的 哇靠 好有七戳分享欸 七千多次分享 剛不好意思剛少女音解析了 七千多次分享很厲害欸 當天就有2.1萬個讚欸 欸對啊 因為像我自己來說好了 我自認自己的臉就是 並非一般的少女 那我的貼文頂多分享次數也才 8到10次而已 8到10次 對七千多欸 爆高的欸 對啊七千多次分享 七千多那個分享都比我粉絲人數多了 對啊可是這也合理嘛 對啊 因為這個東西又好笑 重點是它是宣導一些比較正面的觀念 對對對 這樣非常訓練在裡面想看 重點是它柔 重點是它留言很好笑 留言很可愛 對啊 每次你知道光這種梗圖 真的留言都比梗圖有效果 海星族 海星族請支援收影 喔 三萬 三十萬錄贈 有些人說海龜真的是比那個外面 叫妹還要貴 然後叫妹可能都沒有那麼貴欸 可是它這個好Q喔 對啊 這很可愛 海星大哥他們的梗子真的都很有趣欸 哇 這摸得很明顯喔 我想像 不是攝影師技術好 是因為他摸了海龜 對 就是一張價值30萬的照片 你知道這個在 高速公路上面也有這種畫嗎 他會有這種 有一個職位 他呢 拍照技術不用特別好 但每拍一張 就很貴 超速的那個照片 對啊 真的不用走拍照技術 再一張下去你真的很貴 欸一張多少錢來的現場能信觀眾們 再超速一張是多少錢 3600 十四梗圖你跟上了沒 你知道有一個 有一個男生他說 月薪三萬跟月薪二十五萬的 煩惱是一樣的 不知道晚餐要吃什麼 對 嗯 他就他舉了一大堆例子 也就是說 不管是今天賺多少錢 我們的煩惱其實都一樣 但我覺得那個 可是我覺得設東西不一樣啊 真的啊 就不一樣啊 每個人的煩惱都會不一樣 你今天是要擔心 我趕不上公車怎麼辦 那二十五萬人是要擔心 啊我今天Uber 如果叫了以後 要很久才來 那其實本來就是 很大的差距 嗯 月入三萬養的貓 跟月入二十五萬養的貓 一樣可愛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 錢不是問題 問題是沒有錢 哈哈哈哈 廢話 沒錯 問題最大問題就是沒錢 他文案寫說 農富實體的是家庭的職成 職稅 警察實體也是家庭的破碎 可是那張圖有點地獄梗 地獄梗 對啊 你看到 因為 因為他那個圖片 如果懂地獄梗人就知道我還講什麼 哈哈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樣的手法 他們應該不是手法 就是說他們這樣的宣傳 會讓人覺得比較可愛 比較有趣 因為以往他們都是 K白相片處理幹嘛 就會覺得 喔好可怕 可是這種就還蠻有趣的 像這種也會讓人過目不忘 反而對那個東西印象更深刻一點 起到一個警惕的作用 你有看過吉普利系列嗎 我知道 前一陣子不是很紅嗎 大喜版什麼IG Facebook上面滿滿都是吉普利的動畫 我知道 他就是放吉普利的動畫 然後身邊自己加字 然後就很多人打一些 很有趣的梗圖 你有想到他們為什麼要釋出圖 讓大家來做梗圖嗎 我在猜 可能是 宮崎駿他想要讓那些人來發揮創意 看能把他的圖改得多地獄梗吧 哈哈 就是大家一起腦力激盪是不是 對 或者是宮崎駿想當網紅 想當網紅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想到梗圖這個東西的影響力 真的很強 是嗎 可是 當初這個還沒出來的時候 梗圖好像在日本效果還好 日本比較沒有梗圖的效應是不是 對好像是還好 然後自從宮崎駿市的圖片 大家開始瘋狂歪樓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 他到現在在騷啊 這件事從9月的時候就開始 那他根本就是賽中啊 他沒有想到這件事會延燒這麼強烈吧 對啊 那你看到那些梗圖以後 你有沒有印象最深刻的哪一張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宮崎駿的那個 直接問你梗圖 記得廉價不要吃太胖 會被殺掉喔 啊這也是蠻經典的 小婧一直在那邊喊說 沒有吃太胖 會被殺掉的啊 哈哈 哈哈 啊這個梗圖是哪一個的 啊是勞工具喔 對這個好像是 勞部勞動部那邊的 喔勞動部 嗯 欸這是什麼梗圖我看一下 這是啥 好有趣喔 這也是 辛苦六天最開心的 中秋蓮家終於要來了 耶 這好可愛喔 9月10月的時候 好像廉價的蠻多的欸 喔對啊放蠻爽的 欸不是啊 有沒有我們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 拍片 欸啊 差點講出真心話了 哈哈哈哈 說完有遲考囉 可以可以 耶 謝謝我們今天張理 跟我們拍一集的 梗圖系列 梗圖系列 哈哈哈哈 自己打自己招牌 好好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根 怎麼賣我們每週不定期更新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